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開啟小鈴鐺等新片出海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拍檔頂一頂 先來講講新盤消息 由匯德鋒發展或日出康城的Season Space 今天作首輪銷售368伙 昨天接票說收到11536張 超額營購大約30倍 成為今年的收票 售樓現場相當踴躍 發展商大約兩點見記者 開售兩小時內已經賣出120伙 A1組有17台大首客賣出52伙 其中有兩台西餅客各買了半打 一組是本地客用了4788萬 另一組是內地客用了3899萬 還有兩台客買入4伙 分別用了2756萬和1952萬 到晚上7時40分 市場有消息說首輪銷售368伙全數沽清 發展商大約在8點出來見記者 首輪368伙全數賣光 套現23億6千萬 榮登今年首輪1Q清袋銷售之冠 由於項目向預客眾多 有望短期內架推 最快在下星期內展開次輪銷售 這件貨能夠賣到1Q清是意料之內 整批單位軍價折實14600幾 看回去年8月同區順火的海帕風衫 折實軍價都要16300 另外我們整合一下昨日新盤的銷售情況 其中黃新興為牛頭角的泰豐 其中賣132伙 市場有消息說賣50伙 但最終有傳只賣49伙 而恆地奇亞利奧方首輪 昨日發售68伙 市場有消息說賣33伙 亦人說賣30伙 原來昨日還有一個新盤賣貨尾 就是新鴻基位屯門的Lofoland 2A期 在日前加推6號加單 推出168伙 涵蓋開放式到3伙 面積由238呎到691呎 設實車價由12700到15200 而且公布在昨日發售 但市場完全收不到究竟賣成怎樣 有人翻查成交記錄策 最終發現只是賣出7伙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佳寧那集團 為長沙環的單動現樓項目佳月 在昨日劈價三成速消貨尾 根據一手成交記錄策顯示 單日賣出17伙 全本屋納米樓實用面積由199尺到289尺 整批推出的單位平均折10尺價14994 折扣後售價介乎286萬到444萬 另外市場再錄得一宗業主賠訂重售個案 物業就是馬鞍山匯廊一座高層01室 面積229尺 單位設立前以282萬賣出 是區內施樓新低 但感覺市場成交增加 決定賠訂重新以348萬放售 根據代理透露 當時買家只下了3%的訂金 如果加上代理一出一入的佣金 總共大約要賠14萬 而這個單位在近日以318萬售出 實用面積赤價13886元 申請交價較之前多了36萬 如果扣除賠訂的洗費 還有22萬的好處 但看回這個單位 原業主是在2022年5月 向銀主以347萬買入 次貨都未夠兩年 就算賣高了都要虧29萬 相等於貶值8% 另外綜合多家外地媒體的報道 曾經在香港豪宅界戚冊風雲的 越南女首富張美蘭 就說在2010年以天價 扣入行機的天戶24伙 最終有20伙撻訂 導致ICAC嫁入 雖然最後沒有人被起訴 亦因為敢於促成一手銷監局 他先生朱立基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現在同個女兒仍然在香港 高峰期首持接近200億物業 兩棟中環的商下 還有山頂的二聯建築地盤 精品酒店還有天匯 但自從2022年底 張美蘭被越南政府拘捕後 他先生就不斷出售物業套現 而最大宗的交易 就是在去年10月 以64億賣出為中環的營治大廈 給台灣資金 聽起來有點奇怪 台灣資金今時今日來香港買商 我只知道台灣人很多在越南做生 而早前有消息說他涉嫌以欺詐手段 侵吞120億美元的資產 在日前的庭審上檢察官表示 被告應該具有法律意識 在這樣的情況下 被告的行為造成特別重大的經濟損失 和不良社會輿論 而根據聯合早報的報導 胡志明市人民檢察院表示 張美蘭因為違反了銀行業規定 將會被判在19至20年的有期徒刑 而另一條賄賂罪 應期又是19至20年 建議合併判他死刑 檢察院還表示 張美蘭需要賠償西貢商業銀行 677萬億的越南盾 起訴書表示 張美蘭與同案犯在2022年過去10年 以欺詐手段 在西貢商業銀行安排了2500多筆貸款 向他自己的萬城集團和相關公司 提供超過1000萬億的越南盾貸款 在這段期間 這個銀行差不多全部的貸款都借給他 佔了93% 但到現在還有677萬億的越南盾未華 另外還指控他在2018年2月 去到2022年10月間 他們透過幽靈公司賄賂政府官員 非法控制西貢商業銀行 並且挪用了銀行的304萬億越南盾 相等於120億美元 而且他的司機在2019年2月 去到2022年9月期間 在胡志明市西貢商業銀行總部 運走超過44億美元的現金 將錢搬到他的家和集團總部 就這件事件 越南最高人民檢察院 還以貪污受賄濫用職權 違反銀行規定向85名共犯提出起訴 包括越南政府監察總署、 越南國家銀行、西貢商業銀行、 越南審計署的人員 這案一審預計將會持續到4月29日 另外就23條更新了煽動罪條文和大幅加重刑罰 外界有聲音質疑打壓本港的言論自由 林定國接受訪問強調一定不會利用法律 去打擊大家很珍惜的言論自由 希望大家要對他有少許信任 檢控時他會考慮言論自由是否煽動性 是否關係國家安全 對煽動罪定義模糊 他解釋法律條文需要顧及普遍的適用性 無法列明所有入罪的情況 一個合理人用常理我相信不敢說百分之一百 不過有99%情況下是沒有難度去分辨 煽動罪已經存在多年 有沒有說因為罵政府就要拘捕人 天天我們都被人罵 我們豈不是很不空 他重新政府歡迎不同意見 有時候批評是一個動力 香港有資訊流通和言論自由的獨特優勢 絕不會刻意收窄自由的空間 不是賭自己米 不會那麼愚蠢吧 這是常理 否則與聘經濟謀發展的目標有矛盾 既然律政司這麼想接納批評 那我就講一講 作為律政司說話不可以那麼屎井 另外講到市民單純管有《蘋果日報》並非罪行 他說如果沒有合理辯解才算是犯罪 強調舉證在控方 控方要證明你沒有合理辯解管有也不容易 既然講到要珍惜言論自由 那我不說話就變得很小器 我就在呼籲亂摩頭湯家說 不要為賊存在感一再出來恐嚇市民 另外通過23條之後 首個移民展在今日舉行 已超過25,000人登記入場 主辦單位向這些登記人士進行移民意向調查 在今日公布民調顯示有52.5%受訪者計劃在一至兩年內移民 有16.2%人更希望在半年來移離香港 這些表達有移民意願的受訪者有七成都是家長 年齡介乎31歲至50歲之間 而移民的原因 民調顯示有23.9%受訪者對香港未來經濟感到不樂觀 而有21.8%是由於對香港的教育制度 而有19.9%是為自己預備多一條出路 而有14.3%是因為香港政治環境而結民 今天就說到這裏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一間開啟鈴鐺 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可以頂一頂